他的儿子也是我们同学了 从小一起长大的 他说了父亲是个老怪物 你看看 怎么这么糊涂到这个程度 你说说这是公家配的车子 怎么就是给你用的 家庭电话就是给你方便的 你怎么这么执着 如果政府官员 个个都是他这样子 中国还了得起 了不起 所以这个是 这个就是从小接受的教育不一样 他一生没改变 从小就接受的教育 我们从在学校抗战期间 在贵州念书 他是我校长 第三中学的校长 对我们的一些学生 我们是流氓学生 比照顾他的儿女还做到 有些救济的物质的时候 先分给同学 同学都分够了还剩下来 他儿女才得到 如果同学分的 分的都没有了 他儿女手下没有 那真是 所以我们学生对这个老师的感恩 比父母还要重 就这么一个好老师 那从政的时候 他是这么样一个官员 点点滴滴 不浪费公家 一分一毛 他做到这样子 这是传统教育 那我们现在要做 没有别的 不要去自立别人 不要去讨论别人 从自己本身做起 慢慢的就感化 感化不了 不是他 劣根行重 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够 那再举请教师傅 也就是说 如果真要从自己做起的话 那我们刚好在现场有 吴清基吴副市长 那他可以提供一个教育行政的 一个参考的经验 大概来帮我们做说明 但是如果我们来问 教育现在不管怎么说 传统教育 现在 在纯粹传统教育 现在不太容易了 不可能了